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前面兩堂課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說三堂課 主要都是著重在平面坐標上面的點 雖然我們也有教這個線段長 可是你看我們的線段長 通常就是用它的Y坐標的值 或X坐標的值去求 點出來的這樣子 我們主要著重還是這些點 然後他們的坐標 然後他在哪一個向線 接下來我們要教的是在平面坐標上面的線 如果今天我的圖形它是圖滿的 從-3一路一直到3這一整條線 這個線段 從-3到3的線段 這樣是什麼意思 這樣代表的意思其實並不是 比如說這段長是6 這樣代表的意思並不是6 不是 這樣代表的意思是X的值從3到-3都可以 我們會寫作X小於等於3大於等於-3 或者是像剛才這樣子我們說X是一個 它的絕對值會小於等於3的數 那因為我現在把整條線都塗滿了 那因為我現在把整條線都塗滿了 所以也不一定要整數 小數也可以 比如說這個可能是2分之1 這個可能是這個比如說3分之4 這個2分之7這樣子 它可能在這上面-1分之2這樣子 任何的數 -1.27463都可以 只要它絕對值會小於3 就符合我這條直線 就會在這條直線上面 那這個例子感覺有一點點抽象 我們先來看上面這三個例子 你就不難發現其實我去描述 數線上面的一個點或兩個點 或很多點的時候 我的我要表達的我可以用這些點 所傳達的不只是這些點這些數字本身 就是這個-3-2-1-1-2-3本身 1-2這樣子本身 我能夠傳達的其實是 我要挑選的東西的一個條件 我要挑的這個數字 它就是2 或者就是1或2 或者就是什麼 絕對值小於3的整數 或者就是所有 只要它絕對值小於3的數我都要 所以呢 在你的這個筆記本上面寫下這一句 我們還記得我們在前面的課程裡面寫到這個 比如說點跟點的距離啊 點跟線的距離 在底下再來寫一個 複數的點或者是線呢 他們可以用來表示一個條件 條件 或者我們之前講的關係 或者說寫這個方程式 當然也可以是不等式啦 所以就是複數的點 或者是由無限多的點連成的一整條線 它其實要表達的 它這樣子的圖形呢 它有一個意義 這個意義是 就是代表符合你看到的這些點 它有一個條件 那符合這個條件的值我都要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樣複數的點 所以呢這個比如說 X從2到6 那它的 它在數線上面就應該是 0246 從2到6 從這裡到這裡我都要 對不對 那X小於等於 X絕對值小於等於3 就我們剛剛畫這個 X絕對值小於等於3 接著我們來做一些練習 來讓大家更了解 什麼意思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今天給你一個條件 我給的條件這個 在平面坐標軸上面 我假如給你一個條件 你看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如果我給的條件是X等於2 而且Y等於3 那麼你這一點就應該要在 它的X的值會是2的時候 Y的值會是3的時候 這個就是 這個點就是 我要的那個值 那因為我已經把X跟Y都鎖死了 所以你看到只有一個點 你不會看到一整條線 如果今天我在這個平面坐標軸裡面 我給出來的條件是這個 我們的第一個條件 all of X 所有的X我都要 所有的Y我也都要的話 符合這個條件 就是你平面坐標上面 所有的點包括不是整數的點 所以是全部這個平面坐標 都是都要算 所有的X 而且所有的Y我都要 那如果我要的是 所有的X可是Y得等於1呢 你可以想出來它應該會長什麼樣子呢 X不管在左右哪一邊 不管X值是多少我都要 可是我的Y一定得是1 那麼它可能是比如說這個11 21 31 負11 也可以是小數 負0.11 這個1.21 所以你就會把所有Y是1 那X隨便的點全部都畫出來之後 這些點就會連成一條線 這一條線就是Y等於1 那你會發現我們在寫條件的時候 不寫就代表不給放 就代表不約束 所以Y等於1這一條方程式 在二次函數裡面畫出來就長這樣 這條線上面所有的點Y都等於1 然後X隨便 所以Y等於1的意思就是 Y要等於1 而且X隨便 我們在這個第一 第二章第一堂課裡面 就提到說如果今天給你比如說X是2Y是3 那要求出來的並不是這個X是2 然後Y是3 不是 對不對 問跟你說Y等於1 指的也不是這一點 這一點是什麼 這一點是X是0 而且Y是1 這一點是01 可是我要的是Y等於1就好 所以我只要求Y等於1 所以所有Y等於1的值我都要 這樣子會構成一條連續的線 再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對於所有X和Y all of XY 對於所有X和Y的話呢 他要求X一定要等於Y 這樣子這條線會長什麼樣子 換句話說X多少都可以喔 Y多少也都可以喔 可是呢 我比如我隨便挑一點好不好 我隨便挑這一點 這一點比如說是3E 這一點可以嗎 3E這一點 3E不行為什麼 因為他要X等於Y嘛 3E沒有啊 3沒有等於1啊 那所以可能比如說 33 那這一點應該可以吧 對不對 這樣X就等於1了 X就等於Y了 所以他X要等於Y 所以你會發現 33 2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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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条直线呢 他这条线上所有的点都要符合X会等于Y 其他不限制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X等于Y的直线 就会长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平面坐标上面的直线其实是一种条件 接着我们来很快的再来看一下 加深一下印象 如果我要你做出X等于-3呢 也就是说X一定得是-3 所有的点 里面X他的X的值一定要是-3 可是Y的值随便 所以-3 -30.1 -30.2 -31 -32 到负的这一条线 这一条会垂直于X轴 然后他通过-30这一点 这一条线他就是X等于-3 这样可以吗 然后我们这个后面都还会再介绍 透过频繁的接触我们就会更了解他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要先把观念讲清楚 所以比如说我们来很快的话一下 X等于Y Y等于X加1 也就是说X的值是多少都可以 可是刚才这一条是Y等于X 我现在希望Y它一定要是X的值加1 那这样子的点有哪些 其实它就是你上面这个Y等于X所有的点 它再往上走一格 因为这样子它的这个Y就会比 在这个图形上面的值还要再多一了 比如说假如这点是33 那它符合Y等于X 我有一点是34 它是不是就符合Y等于X加1 在这条线上有一点是22 Y等于X 就是那我另外一点是23 它是就符合Y等于X加1 所以你一样会有一条 这样子 这条线 那它是Y等于X加1 那Y等于2X的话呢 Y等于2X X也可以是任意数 那Y一定会是2X Y一定会是X的两倍 你会发现 比如说X是0的时候 Y是0 那接着X是1的时候 Y是2 只要X增加多少 Y就会变成两倍 增加两倍那么多 所以它的图形呢 其实会比这一条还要更陡 因为这一条 这两条 它的X加1的话 Y都会跟着加1 那 但是这一条线里面 它的X加1的时候 Y会加2 它通过 00会通过 还有通过12会通过 还有通过24嘛 X是2的时候 Y是4嘛 X是3的时候 Y是6 对不对 好 稍微介绍一下 那么 我们要如何在平面坐标上面 看到一条二元一次方程式就画出来呢 二元一次方程式 像这样子 3X加4Y等于12 它在平面坐标上一定会变成是一条直线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说明为什么 它一定会变成一条直线 那我要如何找到它 因为呢 两点决定 两点决定一条线 就是说我能够通过这两个点的直线只有一条 所以我假如想要在平面坐标上面 找到一条直线会 找到一条直线的图案 我只要找到两个点 然后把它连起来就可以 以3X加4Y是12来说 我们有几个找法 那第一个也是最普遍 也是国中老师主要会教的 就是你去找到它的 符合这个条件的两个点 那最容易入门的就是去找这个 X等于0的时候 你会发现Y是4 Y等于0的时候 X是3 讲法 X等于0的时候 Y是3 Y等于0的时候 X是4 这样子 那所以来画一下 X等于0Y是3 Y等于0X是4 这一条线 那么这一条线上的每个点 它就都可以符合这个 它就都可以符合这个 3X加4Y等于12 我们有讲到一条线代表一个条件 也就是一个方程式 那一个方程式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这个方 我们前面有讲一条线是很多点 每个点都是一个数对 所以说这一条线上的每个点 它的这个数对带进去 都会使这个等号成立的意思 所以说如果我说有一点 它这个X是 我假如说有一点是 比如说 2A 在这一条直线上面 那请问A会是多少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点 它的X跟Y带进去 要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会使得这个等号成立 所以你带进去的话 这个2乘3 2 3X加4Y等于12 所以3乘2加4乘A 是12 所以A其实是1.5 所以这个点其实是21.5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这个是我刚刚讲到 这个是国中会教最常见的 就是你找到两个点的方法 但是其实我们要做一条线 不见得总是要去找X等于0 Y等于0 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会比较好做 我先在这里说明一下 就是当这个 这个常数有没有12 当12同时是 Y和X的倍数的时候 这个方式才会比较好做 因为这样子代表你X等于0 当12是Y跟X的系数的倍数 就是你看12是4的倍数 所以当X等于0 4Y是12 这样Y是整数3 当Y等于0 3X是12 这样X是整数4 所以这一种做法 就是去挑这个 X等于0Y是多少 Y等于0X是多少 这种做法 它是在这个常数同时是这两个的 这两个系数的倍数的时候特别好做 那不见得总是要这样子 那这里有四题 大家来试着在平面桌标上面 把他们这四条方程式画出来 他们能够代表这四条方程式的直线 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那个直线上面的每一点 带进去这一条方程式里面 都要能够让等号成立 那这样子这一条直线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我这里有一个提示 你要画的时候 你可以先找到一个整数点 就是说我们刚刚是找两个 你假如可以找两个 那是最容易的 两个点找出来画一条直线就好 你要是不容易找到两个整数点 你可以先找到一个 然后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式 慢慢去想 如果这个点是整数 那还有哪一个点可能也会让这个等号成立 我们先从最困难的这一个 来看他第四个问题是3x加4y等于9 3x加4y等于9 那这样子的话这条线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 就是先找一个整数点嘛 所以呢我刚才有提到 怎么样的情况下 让x等于0或y等于0会特别好算呢 你假如多做几次你也会发现 就是当这个常数是他们的倍数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9是3的倍数 可是他不是4的倍数嘛 所以我如果让y等于0 x其实就找不到 对不对 这一个这条线 3x加4y等于9 这一条线他会通过 30这一点 对不对 好 那另外一点呢 如果以刚才的逻辑我让x等于0y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4分之9 那也可以啦 就x等于0y等于4分之9 你点出来然后画起来 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怎么想呢 今天3x跟4y合起来 要会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所以 每3x每多多少 4y就要少掉那么多 这样合起来才能仍然会是9 你想像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3包饼干跟4包糖果合起来是9块钱 那你3包饼干的价钱如果又变贵了 3包饼干总共变贵多少 4包糖果就要花的钱就得少多少 你这样合起来才会是9块 对不对 所以如果3x每增加多少 那4y就要减少多少的话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通过30 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 因为你这个是3这个是4嘛 我让3x-4好了 你也可以加4好了 加4比较容易想到 我让3x加4 那4y我让x加4 那3x总共合起来就会加12 这样子4y这一边呢 就会他这边就要减12嘛 所以其实y就减3 对不对 有没有能不能够想到这一点 x如果加4y就减3 这样子的话合起来又消掉了 就仍然还会是9 所以30这一点如果x加4 那就到了7 y就减3到-3 所以其实他会通过7-3 真的吗 我们带进去看看 3切21嘛 21然后y是-3 后面是-12 21-12是9 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我就找到2点了 连起来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这样子很难想 那一方面是 就是多做几次不难捕捉到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练习看看 另外一方面就是 的确这样很难想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定要这样做 只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透过这样子的思考 发现你会发现 x和y有一种变动关系 有没有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个 2x减3y是5 数学啊 学数学重点是学思考 不是学这个答对拿分数 所以呢 试着让自己能够想更多 2x减3y等于5 因为这边是减的 你会发现如果我这边增加了 他要减一个数 减起来还会是5的话 那你这边加多少 他减就要减掉那么多 这样减起来才仍然会是5 所以2x减3y是5的话呢 跟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先挑一个整数点 那你觉得这个整数点是多少 2 3 5 2加3就是5啊 可是这里是减的啊 所以其实他会通过 1-1这一点 可以吗 对不对 2乘1减掉-3嘛 所以是这个1-1这一点 接着 我刚刚说了 2x这边如果增加多少 那3y这边就要跟着增加多少 这样子去减才会仍然维持是5 那你像刚才这样子你会发现 我去增加你的这个系数的 你去增加我的这个 就有点像通分这样的感觉 所以如果2x这边x加3 那2倍x总共就加了6 这样子的话减起来仍然要是5 这边就要把那个6减掉 所以y这边就加2 乘4-3就会变6 所以他通过1-1这一点之后 他还会再通过x加3的话是到4 y加2的话是到1 所以他会通过4-1这一点 你看4-1带进去看看 8-3是5 对吧 好 其实没有特别讲 我们透过这个思考 让你慢慢的了解到 x跟y其实有一种 他们x变动的量跟y变动的量 其实有一个比例 你有没有发现 2x-3y x加多少y就要跟着加 x-多少y就要跟着进 那这个比例会是固定的 如果x又加3 他再乘两遍 后面加6 这边乘负3倍 所以y就要再加2 来把这个值维持在5 这里 这条线上的每一点带进去 都会符合这个等号会成立的条件 对吗 好 这个是 我们去找点 来去找 像这个x-2y是5 我们来试一下刚才讲 就是学校会主要会教的这个 x-2y是5 如果x是0的话 y要是多少 y要是-2分之5 如何得知x是0这边就不见了吗 那你等号两边同除2y 同除-2 不好意思 等号两边同除-2 y就是-2分之5 所以他会通过这个0-2分之5 然后呢 如果y是0的话 x就是5 应该会在这边 这样也可以 第四题我们很快的画一下 x加2y是-4 所以他会通过一个整数解释这个-40 接着呢 x如果加2 那为了要维持这个答案仍然是-4 所以 x加多少 总共就要再把它减掉 那因为y这边乘两倍 所以如果x加2y就-1 所以 他会通过-2-1 这样连起来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找 y是0的时候 x是-4 x是0的时候 y是-2 所以他还会通过0-2 好 那这是我们这次的作业 总共有几条线 请把它 在平面坐标轴上面画出来 我们先到这里 我先到这里 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先到这里 把我看看